我是2月1號出生的 他們在八東關那邊慶祝我的30歲的生日 過天的話就受傷了 經過母腳的時候再斷 五六個人日本人把我從河上面拉上去 從這一部背起玉山最高峰的紀錄片中 可以看見登山協作員 在工作當中的心酸與危險 台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舉辦重現台灣登山史中的原住民座談會 並播放著早期族人登山協作員 為山友背負糧食 裝備 因為長年背重70多公斤的重物 年老後腳關節都受損 長者們長因工作出現後遺症 舊後輩的登山協作員 為了保障族人工作權益 成立了布農卡里布安登山社 讓登山協作員的工作能夠制度化 現在又成立一個卑躬 卑躬公司 想說把那些願意 從事卑躬工作的這群人 統一管理 統一接受這個工作 然後再平均地把這個工作均攤 然後把能力劃分清楚 而登山協作員的工作吃重勞累 也讓許多青年不願意從事 舊登山協作員也表示 森林中有許多智慧與產物 恐會因此流失 現在小孩子只知道說在山下玩電動 家在上山他不會上山 這環境都大改變 但是其實實際上他們都不曉得 山上的這些森林的副產物 是可以讓自己處理裡面的這些生活可以延伸 而透過這一場座談會 也讓民眾看見登山協作員擁有的山林智慧 並進一步認識原住民在台灣登山歷史脈絡中的 重要地位與貢獻